这净土很容易修啊 临宗师就行了 现在后必辛苦了 后必去念佛了 老师给我们说口 临命宗师 你头脑清不清楚 这第一个因素 如果临命宗师糊涂了 连自己家的人都不认识 这个我们见到的 而且很多老人临命宗师 他的小孩孙子来见他的 你是谁呀 他不认识了 我还见过一个老人在台北 往生的时候 只认识他一个二媳妇 这一个人 其他的人都不认识 二媳妇是 常年伺候他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再有一个 如果到了老年痴呆症 完了 往生希望就没有了 祝念也帮不上忙 你看这个事情 多可怕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遇到真正懂佛法的人 在这种要命的关头 时间非常短促 要劝一个人念佛 求生欺防 他听了马上就接受 马上就照干 反应这么快 所以 临终 头脑清醒 欲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 懂得净土 全力往生 那你听了之后 肯接受 也是难 真能放下 一切 都不要去想他了 这都不容易做到 不能侥幸 临终神明毕生 是决定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可是我们不能存侥幸的心理 要认真准备 自量 要准备往生 准备往生 幸运迟迷 一向转念 时时刻刻 都准备 时时刻刻 想往生 才真能去得了 对这个世界 虽然 一切都虽然 决定 不叛律 我想做什么 做什么 叫叛律 遇到了 是好事 利益大众事情 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地做 做的时候 不要忘记 往生 记录 事情 做了 就把它忘掉了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记得 我做了多少好事 记这个东西 做了多少好事 生人天山道 记很多卧室 就生三卧道 你到哪一道去 最后一念 做主宰 最后一念 比什么都重要 你喜欢的东西 要放下 佛这话 到最后的一念 还会想到 你就 极乐世界 去不了了 什么都不能够 放在心上 只有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那就对了